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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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你们记住了 刚刚开始的 像这种不要让他上来 师父不能背这么多的 像很多重病的人 他家里已经在给他很努力了 才给他看 像这种刚刚开始看什么 你好好念经的 自己业障这么重 还不知道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啊 知道 我告诉你 我今天不敢用镜啊 我稍微再用点镜了 我告诉你 我叫得老实一点 我告诉你 你跟我记住了 身上的灵性是个小鬼 来讨债的 妈妈 他就关火 你看现在感动了 你好好念经了 你少跟我讲了 你身上的气场都一塌糊涂 你不好好念经啊 没有用的 你要听台长的话的 像这种孩子身上都有鬼的 知道 身上都有阴影 你会很痛的 没办法的 自己好好念经啊 没什么话讲的 像这个孩子一直要念到 把他灵性去掉 明白吗 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四百张 嗯 你自己好好做人了 我知道 我告诉你 你做人做得很不好 听不懂啊 嗯 知道 感情上没处理好 不知道啊 知道 你调过孩子 知道吗 我告诉你 我稍微时间再长一点 这个小小小都吃苦头了 哦 你妈妈 他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上小丁 什么 上小丁 上小丁 算了 会老实很多了 听得懂吗 刚才还打他呢 现在你看他打了 记住了 自己业障 自己还 没有办法 你们现在知道 名字都重要吗 我不叫他名字 我给他能量 让他老实 他不会老实的 你看我一叫他名字 他就老实了 所以你们拜佛的时候 一定要报自己的名字 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我谁谁谁 全部要讲的 你磕头 连自己名字都不报 你秀什么心啊 听得懂吗 给他放声去吧 你大概放掉一千五百条 他就会明显好转了 要多少 六千五吗 啊 要六千五百条是吗 对 好 你自己好好的 我告诉你 你要瘦的 你上辈子欠了他太多了 知道 他就是来要债的 明白了吗 他总是这样看我 这样看我 这样推开我的脸 我告诉你 他根本不要看你 上辈子你跟他自己的缘分 你都不知道 你上辈子害他了 我想知道 你想知道啊 你是个男的 你跟他谈恋爱 谈了五年 你最后把他抛掉了 我好像做到过梦 看见了吗 师父厉害不厉害啊 有道理也不能这样啊 所以还债嘛 就是这么还的 听得懂吗 知道 你看 我讲到他的根基了 他就骨头清了 没办法 看见吗 他一直会粘着他妈妈的 这像个情人一样 很多妈妈跟孩子都是情人 听得懂了吗 好了 好了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家里边有没有灵性 因为他老是指着窗帘 有人说害怕 每天晚上 我的窗户 每天晚上窗帘 会有三个小鬼在窗户外面 趴着看你们家里 那我该怎么办 给他们点小房子吧 一个人三张 九张就解决了 好吗 好 知道了 好了好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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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